歡迎回到阿爾達體育台繼續欣賞2015年ITTF管理世界盃男子決賽的轉播 中國跟奧地利的對決現在來到第二點的單打 中國隊是派出了奧運會的單打冠軍張濟科 要來出戰的是對手36歲的老將賈洛斯 賈洛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27名也是奧地利 所有選手裡頭世界排名最高的 而在張濟科的部分目前世界排名也高居第四 他也是最年輕的能夠完成大滿冠 這也是包括拿下的男子世界杯 市井賽單打冠軍還有奧運會單打冠軍 而且張濟科完成這些成就就僅僅在一年之內 這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紀錄了 要後無來者也是有點困難 那他目前也是在衝擊第二次的大滿冠 現在唯一剩下就是明年的奧運會的冠軍 就能完成個人生涯第二次的大滿冠巡迴 沒錯在2013年的巴黎市井賽 張濟科成功的衛冕市井賽的單打冠軍 而且在去年 國立桌總在更換大球之後的第一個男子世界杯 也是由張濟科拿到冠軍 當然在那場比賽賽後是出現了所謂這個踢塊擋板的事件 對在行為上面是有比較超過了一點 他在大陸的綽號就是藏獰西藏的獰犬 所以在場上就會比較有血性一點 對比較控制不住 對一方面這個算是大賽型的選手 對 因為他這個血性 所以在賽場上常常會有一些很激情很讓人意想不到的好的演出 沒錯 尤其是在關鍵的時候 這個拼搏的能力還是比較高 在賈洛斯的部分當然已經 在奧利利隊也是屹立不搖了好長一段時間 兩位選手都是 右手橫拍的打法 在隊友哈貝斯我們第一點很快落敗的情況 就看一下賈多斯 要怎麼樣想辦法來抗衡張濟科 在這一點結束之後呢 兩邊的教練也要決定 要由誰來出戰第三點的雙打 中國部分呢 確定會上場的是許欣 要看一下是凡正東跟張濟科來跟許欣搭配 而在奧利利的部分 費格爾確定會上場 不過要來看哈貝聖或是賈多斯 誰要跟費格爾來搭配 對 第二點單打 第九個比賽馬上就要展開 由賈多斯先來發球 剛提到張濟科當然在場上是 比較情緒化的選手 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些時候好像覺得他穩贏的比賽 反而會比較有一些起伏 對 那麼他的狀況 有時候就是進入比賽的狀況會比較慢 所以 像這個團體一天只有一場 而且今天也只有他唯一這場比賽 所以看看他進入比賽情緒的速度快不快 也會影響到他今天的表現 是 在今年的蘇多士領賽 張濟科也很有機會 繼續代表中國隊登場作戰 好球 好球 這個 賈多斯等到了這個 張濟科搬出台 質量不高的情況下 在前台做了一個反代 這個 小手臂 在前台 快速的收縮 這個球 速度相當的快 好球 就是打穿了賈多斯的防線 讓張濟科 拿到了第三分 質量相當的高喔 張濟科 反手的擰球 直接發球的方式 對 這球 賈多斯想要 變了一個直線 對於擊球點的掌握 稍微偏慢了 我看中午隊這個 擰球的方法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對 有時候會擰球 擰到這個球的 上面的上部 那有些時候會擰到 這個側邊的部位 所以對於球過來的旋轉 都會不太一樣 如果是擰側邊的話 有可能彈在對頭桌上之後 第二個彈跳會往旁邊炫 對 如果是右手持爆球 可能是往他反手 更大的角度炫出去 這會讓 在接球來講 是更難 對 分數的差距來到3分 好球 3-5 最後了1分 3-5 3-5 3-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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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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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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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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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敲手之前是200多名 打完之後就突然爆身了 現在場上的比分來到8比6 一樣還是由 張棋柯保持領先 不過差距並不大 哇這個球 中下旋 遇到了 打鬥死的反手位 這球張棋柯也是加鑽 加得相當的質量相當高 高起來的球 現在張棋柯 在地局的後半段連拿2分的情況下 10比6搶先逼出的局點 又是反手擰 直接拿到分數 最後這球是出界的關係 所以是賈多斯先化解掉了 張棋柯的一個局點 哇這個球 馬上要了回來 最後也讓張棋柯是以11比7 贏得了比賽的第一局 目前在第二點的單打1比0 暫時領先奧地利的賈洛斯 歡迎回到艾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2015年團體世界盃的轉播 籃子組的決賽 中國跟奧地利之戰了 在第二點的單打 張棋柯目前1比0 暫時領先賈多斯 在地局的交通當中 雖然賈多斯一度是把分數咬得非常緊 但是張棋柯 在整體的實力上面還是略勝一籌 對 不論在這個速度 或者是擊球質量 台內的球的細膩度 都是張棋柯領先 這個 對 對賈洛斯來講 最好的方法還是 把握出發球的機會 可能爭取到第三盤的搶功 對 對 正手的距離功 球 卡棋柯領這個 正手動作小 有好處 就是他在前台這個 中進台前台這個地方 可以照顧球 保護的比較好 其實他也蠻擅長 留在進台的位置作戰 對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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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連續 正手中路再回正手 對主動的變直線 而且在 這個變直線的過程當中 又加上了一些旋轉 又覺得開局開得不錯 對 3比0的領先 換了 換了這個發球 卡棋柯領這個高拋發球 也影響到了張棋柯 擊球的節奏 不過這邊自己的發球失誤 沒過 送給了張棋柯一分 卡棋柯領還開頭看了一下燈光 對蠻可惜的 因為 因為是有機會可以再領先 擴大這個領先的分數 對面對中國選手 如果你 在開局沒有一個好的開始的話 後面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因為很快的 張棋柯又把分數給追上來了 對反手 反手快絲喔 回球的節奏很快 對 前後的步伐 要移位的相當的快 哇好球 3比3 所以一下子賈洛斯開局三平的優勢 就花而無有了 對前台的快帶 3比3 那這邊也要請我們先來聊聊 就是說 在帶跟絲跟拉這中間 要怎麼去做一個區分 嗯 那麼在其實在 有時候 在拉的時候是主要主動發力為主 我們就要拉 那麼在 有時候 在絲的過程當 在絲的時候 就是變成說 在相持當中 我們給球的旋轉 嗯 也主動給旋轉 但不像拉的時候 大概有百分之百 那麼大力 那麼 絲的話大概就是60 60%的power 或70%的power 主要以旋轉為主 對 那以節奏為主 那有時候 前台的快帶 是在被動的情況之下 呃在一個 擊球的 呃 power比較小 而且 在短時間內 你要做出 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快帶 主要是借對手的力 對 這個是 等於是可以用力量的這個區別來 拉小 對 拉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出力 對 撕的話可能到百分之60 那快帶的話大概是百分之40 主要是 呃利用這個速度來讓 回球喔 能夠先回上台 嗯 那我們在這邊討論到就是一些 呃在 接球的技術上面的不同 對 哇 怎麼 銜接還是相當的快喔 張志柯 很快的還原回來 就是下一板 連續搶這個擊球的位置 讓對手 呃還沒辦法回來佔定位 對有效發力之前喔 就利用這個 擊球的 節奏的差異喔 來 讓對手 做一個 只能將球架回來的這個回擊 其實賈洛斯已經 在歐洲選手裡頭 是速度很快的一位 嗯 嗯 賈洛斯本身這個擊球的節奏 也蠻快的 也是 都會 爭取喔 在球的起跳點就出手 對 加上他的動作小 所以是 蠻有力的 哇 這臨起來的質量很高 這也是在 接發球 跟發球這一段 歐洲選手 比較弱的地方 對 5比6 同樣的 還是對張志柯領起來這個球不適應 其實他們也知道怎麼擰球 可是說 在這個旋轉的變化上面可能 沒有辦法掌握得很快 掌握得很快 因為他有時候擰過來側旋帶比較多 他有時候擰過來是側下旋帶比較多 所以 Gardos有時候在這個旋轉判斷上面 是沒有掌握得太清楚 對 就判斷只要差一點點 最後整個球的結果就差很多 對 早上領先的是 張濟科 7比5 7比6 這隻落臉刻意花得比較長 不過 賈洛斯的反應也很快 回到1分差距 哎呀這個球 直接把他擺高了 對 但Gardos這個球是 因為張濟科喔 是回戳喔 其實是有機會能夠拉上的 好像退得不夠快 對 前後步伐這個是比較難訓練的一個環節 對 不會擺 打球 其實大部分的訓練比較多的是 左右的移動 左右的移動 台內的球喔 跟出台的球喔 這個 步伐前後移位喔 要很準確 甚至是說 你必須要站到了 一個好的位置才有辦法發力 對 擰起來之後直接拿到分數 9比7 現在第二局的比賽 來到後半段 張濟科重新取得2分的領先 9比7 這次想要搶在進台的位置 快速的出手 這個台內的挑球差了一點喔 9比8 張濟科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這個發球對張濟科來說也蠻重要的 好 喔 這球 揭發的方式突然改變了 對 側切喔 抵消了旋轉側切 但這一方面也是出道的王子 9比9 現在雙方在第二局後彎段贊成了平手 賈多斯有兩次發球的機會 但是他必須要 這個提前準備好張濟科的擰球 對 因為張濟科在這個擰 擰過來這個球 讓其實 卡濟科是蠻不適應的 非常興奮的大叫一聲喔 他在第二局的搶先逼出了局末點 我還不能掉以輕心喔 哇 那 又是 前後的調動的角度 對 那張濟科拿到追平力10分 頭史已經上台了 接下來 張濟科馬上就是一個比較深的路的點過來 對 他已經在這個 反手的位置等好 一樣快11百 對 讓卡濟科可以把 快速的 在他還沒快速回到 球台的位置的時候 球就已經先到了 10比10的Deuce 剛剛看到也是這樣 你在到目前為止 張濟科蠻有效的 就是真的跑路 對 就先一個反手的短球 再接一個 正手的短球 再接一個反手 再深的路點 主要調動 他的這個 目的是調動 這個Gatos 先進來這個台內 然後再出出 因為他知道他這個 退後的速度比較慢 11比10 現在張濟科逼出了 第二局的局末點 輪到賈洛斯發球 這球是蠻關鍵的 出王 要重發 11 這次撥到了正手的位置 讓賈洛斯 觸不及防 最後來到了Deuce之後呢 過程還是張濟科 12比10的比數 張濟科拿下了第二局 在第二點的單打 目前是2比0 領先奧地利的賈洛斯 歡迎回到愛爾塔體育台 繼續欣賞2015年 團體事業盃 男子組決賽的轉播 列臉的單打 目前中國好手張濟科 是2比0 領先奧地利的賈洛斯 現在要進行第三局的比賽 前一局呢 賈洛斯儘管是 取得了有力的局勢喔 但很可惜 最後是來到Deuce之後落敗 當然這對他的信心喔 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喔 看看他在剛剛休息了一分鐘 怎麼樣跟教練在商討對策 對 主要 賈洛斯要在 這個張濟科 反手擰起來這個環節喔 做好一個比較好的處理喔 反手的傷持這一段 還是張濟科 速度上面占有優勢 過去兩個人在國立賽場上也有不少次碰頭的紀錄喔 三次的碰頭都是由張濟科獲勝的 最近一次就在去年的東京團體制領賽 小組賽 在會內賽的階段 不過當時張濟科打賈洛斯甲 打得蠻辛苦的 3比2才贏球喔 對啦 現在是0比2的落後 輪到張濟科發球 有槍池 哇 張濟科的實力喔 還是相當的突出喔 對 不論在反手槍池或是正手對拉的時候 不過還是能夠 做出一個蠻有效蠻強力的攻擊 對 上旋球掌握的還是比較好 回白 哇 好球 對 先調動賈洛斯到台內來 然後再給一個 反手位的底線 現在 也迫使賈洛斯要寒出暫停了 在第三局的比賽是連丟4分 真的喔 賈洛斯在奧地利陣中 可以說是背負著要強點的重要希望 對如果連他都沒辦法突破這個 一局的話 對奧地利的情勢來說是相當的困難 沒錯 畢竟他是陣中這個排名最高的球員 現在也看到 團陣中還在場邊暖身喔 很有可能在等一下第三點的 雙打是要搭配許欣來作戰 我們許欣是指派橫打的選手 其實 因為中國有這樣子技術特性的選手 所以在雙打的組合上面又有更多不同的變化 我們現在很有可能在 2016的這個奧運會上 會是這個馬龍張濟科還有許欣喔 這三個選手的所組成 因為在這個團體賽當中又有雙打這個項目 其實對於左手的球員來說是比較有利的喔 所以教練團在安排這個部分喔 可能也會有這個戰略性的考量 對 將這個許欣也放到這個奧運會的名單 團體會的名單裡面 再加上他又是一位直拍的選手 對 回到場上 目前賈洛斯0比4的落後 好球 逼到了賈洛斯回球喔 其實質量已經不高了 所以這球張濟科還蠻輕鬆的反拉 一樣又是給了一個比較深的落點喔 對 讓賈洛斯側身的動作有點慢 嗯 有辦法完整的做出來喔 第三局的開局6比0阿 所以剛剛這個暫停 回來之後還是沒有辦法 挽回賈洛斯在場上的頹勢 對 6比0阿 打球 7比0阿 看起來 張濟科掌握了場上大部分的情勢 對 賈洛斯有點打到自己 也有點急躁起來的感覺 從他的肢體動作反應 對 因為找不到 其實沒有找到一個有效得分的方法 總算 1 7 還手拉直線 在比較靠近球台的位置的出手 這其實也是賈洛斯的拿手好戲阿 1比7 發長球想跟張濟科來對抗 對 不過最後這一板感覺賈洛斯太想出力阿 因為如果說以中等力量喔 跟張濟科在撕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優勢喔 所以 勢必 賈洛斯要打得兇一點 對 對 對 他在前面的位置貼得不錯 哇 結果 最後 最後出現了一個插邊球 最後在很快的情況下 還有找到機會側身喔 不過這一板其實是冒著一些風險阿 對 比較幸運阿 最後這是插邊 對 所以他其實是有點擠到喔 3 9 最後這個接發球 又出現下網的失誤 這也讓張濟科再拿一分 一步一步的朝著勝利邁進阿 輪到賈洛斯的發球 這一次把張濟科逼退 連續的正手進攻讓賈洛斯達到了分數 好球 正手的進攻 現在張濟科逼出了第三局的局點 同時也是第二連單打的賽末點 10比4 還有6個機會 會這樣比賽花俠據點 10 5 賈洛斯 成功的接發球 讓他贏得第5分 不是那還有5個賽末點等著他來化解 好球 其實張濟科如果在這個時候 其實在收緊一個球 基本上這場 這個勝利 應該蠻快的就能夠拿下 6比10 現在就怕這個張濟科狀態的鬆掉 哇 結果 這個發長球 竟然是插到偏阿 對 這也迫使張濟科要喊出暫停了 一下子丟的分數有點多有點快 所以乾脆來場邊 找溜光教練好好聊一聊 再回去場上作戰 對於賈洛斯來講 現在還有3分的落後 回到場上還是要不顧一切的全力拼搏 能拿1分是1分 剛剛幾分留在近台的這個反擊就做得滿不錯 這時候張濟科其實只要把這個節奏緩一個 還是蠻有機會 在這一局就能夠拿下來 是 就怕他剛剛這個緊繃的情緒有鬆開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要再緊起來的話 會需要一個幾個球的時間 加洛斯連追3分 哇 這個長球 可能讓張濟科沒有意料到阿 連追4分回來了 現在張濟科剩下只有兩個散播點的機會 對前面的優勢已經快花完了 好 這也考驗著張濟科的抗壓能力 這邊又是直接揭發得分了 這下子 牆上的局面緊張起來了 加洛斯連追5分的情況下 現在比分變成了9比10 10比9 帶到一個比較緊湊的節奏了 不像一開始很快比分就被拉開 選手一般在這個時候心裡搖 會產生的變化 哇 哇 加洛斯 竟然完成了 連追6分的任務阿 哇 看似難度非常高 但是他絆到了 從4比10落後的情況下 又是一個直接接發球 送到張濟科正手的大角度 現在第三局的比賽 來到了Dews 所以就像我已經所提到了 這個 張濟科的螺絲 要趕快 酸直 剛剛領先比較多 所以心態上是鬆懈了 那幾個球之後 那趕快看能不能換起來 這個張濟科體內的 這個鬥志 現在張濟科再度逼出了 賽末點 第七個機會 剛剛錯過了六個 好球 最後還是正手的斜線 打穿了賈多斯的防線 張濟科在這一局裡頭 儘管是有點驚險 但最後還是以12比10拿了下來 連拿三局的情況下 打敗了奧地利的頭號單打賈多斯 也為中國隊再下一點 目前2比0領先奧地利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繼續欣賞 在第三點雙打的比賽 好的 歡迎回到ITTF世界做球巡迴賽 世界盃團體 男子團體決賽的現場 那麼現在這個 決賽是由中國隊出戰奧地利 目前的點數 是由中國隊以2比0的一個領先 領先奧地利 待會即將進入第三場的雙打 今天是由中國隊的許昕 搭配凡真東 出戰奧地利的賈多斯 及貝格爾 這次的比賽 是以奧運會的賽制 在第三點是雙打的賽制 所以在前兩點打完的時候 那麼教練可以選擇 這個第三點搭配的球員上場 所以一方面這也是考驗教練 在這臨場附陣的變化 以及洞西對手附陣的變化 那麼可以來做一個 有效的調整及搭配 畫面上 目前各位觀眾所看到的是 這個紅色球衣的 許昕 也是世界目前排名 這個第一 是左手持拍 那麼直拍橫打的選手 其實在雙打當中 這個直拍選手 左手持拍的選手 在雙打的這個優勢上面 因為跟右手選手搭配 可以有一個產生一個 步法上面 一個省去要繞位的這個效果 所以搭配上是比兩位右手 同手直拍手的選手來說 要來的有優勢 那麼待會 這個雙方球員也會在這個練習場上 這個進行一分鐘的這個賽前練習 那麼畫面的左手邊 這個哈貝松 在第一點 是以0比3 敗給了范振東 那麼畫面上的右方 費格爾 目前世界排名 59 那麼是第一場上場 所以待會的練習將由 這個費格爾 他會有比較多的機會 先進行賽前的練習 好 那麼中國隊呢 在今年的團體世界盃呢 要來挑戰六連霸的霸業 在過去五屆的比賽呢 他們決賽上面碰到的對手都來自亞洲 一年頭一次碰到來自歐洲的對手 前面兩點的比賽呢 也都是展現壓倒性的實力 當然張棋柯在剛剛後面兩局 其實都是歷經了Deuce才拿下來 其實在實力上 這個張棋柯是領先對手蠻多 那可能是因為這個場上氣氛 因為比數拉開的關係 所以他在後半段 有一些鬆懈 所以讓對手的比數又追得上來 所以進入到這個Deuce的階段去 這次的雙打要跟當今的世界球王 徐欣來做組合 挑戰哈貝宋還有費格爾 昨天哈貝宋跟費格爾呢 也幫助奧地利隊在第三點 打敗了普塔拉的蒙特羅 還有阿波羅尼亞 也為奧地利隊拿下自勝的一點 今天要碰到的對手是更加難纏 也是世界排名第一名跟第三名的合作 而且剛剛提到這個 徐欣在持拍上面 左手的在雙打上面的優勢 而且他自己本身在接發球上面 這個環體是處理相當好的選手 所以在雙打當中 我是一個十分有功能性的球員 是 因為我們在講直拍的球員在接發球的變化是也很多 對 因為他 手的這個 持拍的關係喔 所以在擺短的控制上面會比橫拍的選手來得好 可以這個掌握對球的感覺喔 是比較細膩的 對 一般橫拍的持拍就是手指 對 他的可以轉動的 手腕可以轉動的角度 不像直拍的人這麼多 所以直拍的這個球員喔 一般來說 接發球會比較好 好 這裏賊捷克 這是捷克隊的總教練 你看到這場球在場面是來了相當多阿爾伯聯合大公國 這個 你是王公貴族啊 沒錯 來欣賞這個桌球的頂尖對決 可能家裡的後院都有藏的那個油田 可以不要放在家裡的後院嗎 你還要一挖進去 我確實在這幾年 UAE這個國家 特別在杜拜是舉辦非常多頂級的這個比賽 不管各個球隊運動呢 選手們都有機會 一堵杜拜的風采 所以剛剛玩笑歸玩笑 這個地方確實在整個推廣運動上面也是花了蠻多心思 對 其實這個 中東喔 因為目前喔 這個他們打桌球的選手可能還不多阿 或者是說 排名也沒那麼高 然後利用這個 多舉辦比賽 或者是說 多舉辦一些活動 讓他們的選手有一些地主的優勢 來參加這個比賽 或者是辦一些公開賽來磨練他們選手 參加這個公開賽的一個經驗 是 所以其實在這幾年下來 不管是羽球 不管是網球 桌球 也蠻常到杜拜這個地方來舉行 甚至一些像 賽車運動 對 也有在這個 杜拜有這個 設戰 對 我只能說 住在杜拜了 真的非常幸福一件事 哈哈 大概 每個月都會 幾乎都有活動 大型的國際賽事 回到場上 現在第一局 中國隊很快的取得了五分的領先 在整個節奏的控制上面 是完全主宰了奧地利隊 對 來到今年的團體世界杯 當然 中國隊的劉國王教練 接受訪問的時候 有談到 就是要當作 16年里約奧運的前哨戰 團體世界杯採用的賽制 跟奧運會是一樣的 所以要測試一下這個 特別是雙打這一點的組合 發揮的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在一般的公開賽 其實 中國隊在雙打 是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 對 也有一些是中國選手 搭配外國選手 來挑戰公開賽 雙打冠軍的這個紀錄 對 喔喔好球 遠追三分回來喔 對 許欣這名球員喔 他這個 本身的 技術特長喔 是在這個正手喔 他的整個跑動的面積也是相當的大喔 然後正手所拉過來的這個質量喔 可以說是蠻 呃 質量很高又很旋轉很強 所以一般球員在跟他打的時候很容易喔 就被他這個正手 這個殺傷力喔 就得到了分數 這幾個發球的速度非常快喔 然後被送我已經做好準備了 對 還是來不及 對 挑的還是很快的喔 台內球處理還是 8比3 繼續還是 許欣的發球 發球 哇張七顆 反手直接 攻了一板直線球喔 對 讓中國隊再拿一分 這幾個 這個 台內球喔 呃 半出台 中國隊都把握得不錯喔 所以現在目前 比分也是先拉開了 這次 這個回擊出界 對 所以說雙打喔 掌握台內球喔 是一個蠻重要的環節 得台內球者得天下 對 好球 中國隊拿到了第11分 在第一級的比賽喔 很快的以11比3獲勝 目前在第三年的雙打1比0 暫時領先奧地利 收集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愛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 中國隊跟奧地利的比賽喔 這是2015年 ITTF團體世界盃 男子組的決賽 第三點的雙打 許欣跟張力克的組合 在第一局先給奧地利隊下馬威爾 對 中國隊喔 在台內轉球喔 這個技術喔 掌握的是比較好喔 所以容易在 第三板 起板的部分喔 會掌握得比對手來得好 這一局要由 張基克先來發球 發給哈貝壽 好球 很快的第三板開始進攻喔 連攻兩板拿下分數 第二個發球 稍微出台阿 但是 許欣也做好準備阿 對 這個球是 許欣呢 蠻大的特長喔 這車的反拉喔 因為他本身的手很長喔 所以他有時候會等球 點比較低的時候拉 這就是他的優勢所在 一般人等他那麼低拉 可能拉不太起來 對 但是許欣辦得到 第二局就是開了一個3比0的紅盤 哇 在這邊哈貝壽自己的節奏有點亂了喔 發球 出現了蠻不必要的失誤 就是每一個 哇 這個球不錯 剛好過去 好球 又是許欣的陣手拉球 對 他這個陣手殺傷力 質量高喔 所以對手在防的時候 如果想要 再加力的話 就相當會比較困難喔 許欣拉球的弧線喔 非常低喔 嗯 在第一彈跳之後 還會往側邊拐阿 對 所以不好防阿 他這個球 好球 好球 這球 奧迪在前台快帶喔 貝克爾 第一隊伍拿到1分 繼續來發第二顆球 發給張濟柯 哇好球喔 這次哈貝送也是等在進台的位置 對 來到了這個 抓到了 張濟柯 領起來這個旋轉 連追2分回來阿 現在分數形成5比3 哇 很快的橫移之後 動作很小的擊球 對 台內球喔 所以直拍的這個台內球 很好 比較好運用 就是這個 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撥過去阿 對 這球台內的跳 中文隊推台放高球 許欣彥蠻厲害的放高球 哇 最後費個 這一板阿 頂住了對手 也讓奧迪隊再追1分回來 這次是 費格爾也是找到一個很好反拉的機會 5比6 第二局現在奧迪隊大局晉級了 最後只剩1分差距了 好球 馬上就用接連的進攻阿 這一板接著一板幾乎沒有什麼太多的空檔阿 而且兩個線路又拉得不太一樣 對 因為一左一右 所以拉出來的這個角度喔 一個會往左一個往右拐 所以對於兩個右手球員來說 很容易就會造成步法上的失誤 反手橫打 這也是沒有過往阿 這就是中國直拍橫打特別的地方阿 直拍的選手 但是他的反面也是有這個膠皮阿 對 這個球可以像橫拍的選手一樣 利用反手拉 從馬林一直到這個王浩 對 到許欣 當然中國隊的南隊的教練阿 劉過良 自己本身也是這個直拍橫打的線區阿 他這個技術也是不斷的都有一些革新跟感覺阿 劉過良本身之前是自己是正手 呃是顆粒的這個打法阿 那麼馬林 雖然也是直拍橫 但是他用正手的比例也是比較多的喔 他不像王浩 他又回到這個反手 橫打的比例也是比較高 那麼可是許欣又回來 因為他這個本身技術的風格 是以這個正手為主喔 對 所以他在正手的應用比例上 是比較高 比較偏向馬林這個類型 我們看到這個台內球喔 這個許欣利用這個台內的調打 得到蠻多的分數喔 這一次張基柯的正手得分 也讓中國隊11比7拿下比賽的第二局 在第三年的雙打現在是2比0領先奧地利隊 休息一下馬上看 歡迎再度回到艾爾達體育台 跟著我們看來欣賞2015年 團體世界盃男子決賽的轉播 中國隊跟奧地利隊的交手 在第三點的雙打 現在許欣跟張濟科2比0 領先奧地利隊哈貝宋還有費格爾的組合 來到第三局喔 現在中國隊距離他們的冠軍獎盃 只差最後一步 對 就要完成在團體世界盃的六連霸 中國隊在這個雙打的優勢 還是相當的明顯 尤其在台內球 然後台內球之後 第三板的銜接搶攻 都是比奧地利來處理的細膩 有 尤其是在左手持拍的這個 許欣在台內挑打喔 替中國隊製造出蠻多的喔 謝謝下一板的進攻機會喔 哇 這一分的來回相當精采喔 旁邊的觀眾 你看他們的反應都知道喔 這個高水準的對決啊 哇都已經跌坐在地上 張濟柯用盡全身的力量去拉這一板球喔 2比0的領先 又是台內 哇台內的挑打其實都能夠 製造出 對製造出張濟柯喔 在下一板進攻的機會 這也是雙打比賽蠻重要的一個部分喔 除了自己打完這一板之外 你必須先問你的隊友想到 要做一個比較好的球 對等於是 這個默契上面 也要知道你的隊友即將要往哪個落點打 或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隊友 在哪個擊球點會處理得比較順手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 這些因素都要考慮進去 2比2 又是一個台內的挑打 對 在揭發球這個環節 讓奧利利隊有吃了不少苦頭喔 嗯 這球 想要送一個長球結果發生失誤 3比3 第三局現在在前面6分打完喔 雙方是贊成的平手 哇 許欣在這邊發生了一次發球失誤喔 對 自己有點拿你自信的感覺 對啊 在去年人生亞運會上 許欣也有個非常好的表現喔 嗯 雖然說在跟這個 台灣的陳佳安交手的時候 也是被逼得很緊 對 最後喔 許欣還是扛住了 4比4 現在4比5 中部隊再度是取得領先 非常低的弧線喔 讓他被送 根本就不太起來 哇可惜 二球阿滴 在正手 想要再變一個直線的時候 失誤 中部隊的站位其實都比奧第一的球員還要再更遠一些 對 最後一分 還是回到一分的差距 哇機會這個許欣的機會 一般這個下全球到正手喔 許欣在單打的時候一般都能把握得不錯喔 是 所以這局裡頭其實許欣發生了比較多 非受破性的事物阿 剛剛那個球摩擦也稍微少了一點喔 直接撞擊到球所以就下網了 6比6 6比6 中部超音喔 好你可樂正手進攻讓中國隊鎖定第7分 當然隨著鯉魚奧運會的週期即將要展開了 對 所以今年開始的一些公開賽上也是 重要好幾乎要搶積分的時候 對 因為這個積分會影響到這個 有些 種子的依序喔 那麼大家其實都比較想避開中國隊 或者是種子比較高的選手 所以在積分的爭奪上面喔 勢必在今年 有些重要的公開賽大家都敬略進出 沒錯 因為其實以奧運會的賽制來講 在單打的部分 你排名越高 你甚至有可能是少打一輪到兩輪喔 對 哇這個球可惜 8比8 所以除了在市井賽之外 這個幾個 不知道在超級 這個分級的公開賽也會是兵家必勝之地 那今年的賽制阿爾達踢排 一樣是會為觀眾朋友送上 包括了在公開賽超級跟主要 Major 跟Super這兩個等級的轉播 還有市井賽一樣 也會帶您欣賞到最頂尖的桌球好手 焦量 競技 現在場上第三局來到尾聲喔 9比9的平手 對這局許欣正手的失誤還是比較高 還是比較多 都能製造出機會喔 都能製造出機會喔 但是沒有把握好 只有這兩分要由中部隊來發球 康蒂科要發給費格爾 打球 放到了 哈貝宋的正手位的空檔 現在中國隊的冠軍點出現了 哇 還是許欣這次改拉直線喔 讓哈貝宋回球出界 這樣子第三局的比賽 中國隊是以11比9獲勝 在第三年的雙打連拿三局 3比0 打敗了奧地利的費格爾跟哈貝宋 這也代表中國隊 在這場男子組的決賽當中 連拿三點淘汰掉了對手 連續第六年 連續第六次才對喔 不是第六年 因為團體事業杯是有間隔這個比型的喔 連續第六屆的團體事業杯 都拿到了男子組的冠軍 同時這也代表中國隊 這次也是南瓜 男子組跟女子組 兩個組別的冠軍頭銜 大家比賽結束的同時 還是要請維基來跟我們談談 這一場球 兩隊發揮的狀況 跟中國隊 如何打敗奧地利隊 那麼整體實力喔 很明顯 中國隊是高於奧地利喔 那麼其實在第一點 這個范振東 就展現出了他這個強勁的實力喔 那在第二點的張濟科 更不用說 這個大蠻怪的得主 也是3比0擊敗了這個達豆子 但是 在第二局第三局 都是有這個 進入到Duce的這個局面喔 所以 可以說是經過了 一小 一小 翻的這個費力喔 才贏得這場比賽喔 那麼 雙打的部分 中國隊的整個默契 以及台內球的控制喔 還是整體的高於 這個奧地利隊滿多的喔 所以 在 這第三點當中 也是輕鬆的擊敗奧地利 那也獲得今天的這個 這場比賽的勝利 在最終的冠軍對決 中國隊連下九局喔 3比0 淘汰掉對手 完成了在 團體事業盃的六連霸 非常恭喜中國隊 男女兩隊都拿下了冠軍 當然了 中國隊這次也拿下了 銅牌的成績 也是相當不錯的表現喔 那麼以上呢 也是我們可以收到 這場比賽的轉播服務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武術生服 各位身邊的黃耳機教練 我們下一場精彩的初上對決再會囉 掰掰 掰掰